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为己 是为哪个己 是为你这个躯壳 如果是为你这个躯壳 顶多用一百年 现在活过百岁的人很少 这个躯壳就烂了 就丢了 这不是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是谁 所以现代人都把这个真正的自己丢了 把自己用的一个壳当成了自己 汽车在路上跑 然后里面有驾驶员 看着那个汽车很豪华 很多人只欣赏汽车 实际上是里面的那个驾驶员有钱 买了一个豪华的车 但这个车用到像新加坡十年就不给你用了 就报废了 就要换车了 然后像你们可能没有报废的时间 但是不能跑 也要报废 也要换 主人没换 主人又去买了一辆车 还继续开车 车换了 主人没换 里面的这个驱壳就像个汽车 壳一样 这个壳会埋掉 会烂 会拿去烧成骨灰 放在骨灰窝里 但是那个主人去换车去了 去换壳去了 就是人不为己天诸地面 是指的那个主人 会换人的身体这个躯壳的 里面的真主人 你这个人活着 你要为这个真主人 天就住你 地就住你 人活着 你不为这个真主人 天也灭你 地也灭你 为什么你走错路了 走错路了 不如让你早死 早死早超生吧 你不是有一句话 不如让你早死 你知道为自己 为主人 那就要 老天就帮你 使你这个躯壳 能够多用些年代 然后光鲜着 一致光鲜着 而不会枯搞 不会衰败 天地就给你能量 帮助你这个自己更加的完善 真正的那个主人更加的完善 真正的自己更加的完善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 这个古人所说的这些智力名言 不要用现在的自私心 去把它这个理解错了 理解错了 你不单不会得到天地的助力 鬼神的助力 你还会天诛地灭你 有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 疼死的人 家属要求 请求帮忙 能不能把他们救活了 车祸 然后昏迷不行了 希望把这个人救活 然后我们 因为你作为一个师父 你是要去齐情 那一个人的生死 不是我管着 我可没那个本事 让他活 他就能活下去 让他死 他就瞬间就死 那生命 不在你自己 生命是在 有一个管理层 他管理着 就像我们人类社会一样 有警察局 有移民局 有政府的各层机构 税务局 管着你的不同的事 对 你的生死在天地间 也有一些管理层在管着 什么时间该把你抓去坐牢 什么时间 该给你开罚单 都不是你自己说的算 都是人家说的算 这是我们只不过人太牛 觉得自己能说的算 结果是出了事 你也说的不算 生命也是这样 在天地间 有专门的 眼睛看不到的空间的管理层 在管着 你什么时间生 什么时间死 那有一些人 天寿未尽 他该活八十岁 九十岁 结果四五十岁 横死 妖兽 不到年纪就死了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老天把你收走了 你这个家伙 活在人间 祸害人 不是让你早死 你早死 很多人会受益 你早死 那么下到牢里去 觉醒一下 下到地狱里觉醒一下 那么缩短 你在人间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的这种时间 给了你一个人身 你不知道用人身干什么 不知道做人干什么 浪费做人的时间 不如把你收回去 让你早些死 死了以后 去牢里坐几年 在地狱里 在恶鬼道里 在畜生道里 转几年 然后再觉醒了 痛苦了 发誓 要出六道了 再放你回来 再给你个壳 再让你修炼 再去完成 自己 这个自己不是你的躯壳 这个自己 是自己真正的生命体 给他一个再次的机会 转世投胎 那么去通过各种的苦难 历练 使你成长 使你究竟得到圆满 获得不生命 生命的最终意义是 哪里来 哪里去 你原本从哪里来 就回到 哪里去 父母未生你前 你是谁 你死后 应该还去做那个人 仅此而已 那个人是不生不灭的 是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的 是永生的 是永远快乐的 这就是所有生命的终极意义 古人 人不为己天诸地灭 这句话 讲得好 大家不要去误会了 拿这句话为自己 作恶多丹 贪污腐败 坑蒙拐骗 那么做借口 我要自私自利 你看老辈子都说了 人不为己天诸地灭 那么 疫情 在我们这个人间 已经今年是三个年头了 很快就四年了 就要跨过三个年头 到第四年了 现在呢 虽然是变得弱了 但是并没有 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 这是一个好事 还是个坏事啊 你们说好事还是坏事啊 都不敢吭气了 好事还是坏事啊 假话 明明经济搞成这个样子了 整个世界的经济都急剧衰退 还有可能更加衰退 有的经济学家说 还要再退50% 在现有的水平 再退50% 你们哪里说好事啊 这是被老师吓的 不敢说真话 好事 真是好事 你们说对的 给你们一个掌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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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获 从哪里看 所以是 获 是福之所以 福 是获之所以 塞翁施马 焉之非福 当年有一个边疆的老头 家里丢了一只马 一匹马 然后邻居来 安慰他 说 你要 这个想开一点 不就是丢了一匹马吗 不要想不开 这个老头说啥呢 说 哎哟 你们还安慰我 这是好事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未必是坏事啊 结果过了两天呢 他这只马呢 这个 他养的是一匹母马 结果出去溜达一圈 带回了一匹公马 这个 多了一只马回来 这个 草原上竟野马 他就带回了一只野马回来 这邻居就又来道贺 说 哎哟 这是个好事啊 你看 这个多了一匹马 无缘无故的 这个塞翁施马 他说哎呀 没有那么好的事啊 搞不好这是一件坏事啊 过两天呢 他儿子看着匹马英俊 威风 他就要训练他 想骑他 结果把腿摔断了 腿摔断了 这不是坏事了吗 邻居又来安慰他 以前的这个邻居啊 人家是热心肠的 不像你们冷冰冰的 现在每个人的邻居 都说关起门来 以前是这个老死不想往来 你们真是老死不想往来 这个根本就没有人情味了 现在 特别是住楼房 这隔壁住谁都不认识 冷冰冰的 我到欧洲去特别感动 美国这个一些大城市 也是这样 这蚊子冰冰的 这个人家都是老外 羊皮发 我们坐电梯 人家撑你 笑笑点点头 明明人家站在前面 你看你是个老外 侧着身子 你先走 而且在进去电梯 还撑着你 笑冰冰的 人家还问一句 也不认识 人家还问一句 哦 我那股难易 心里很舒服 我们都是方贼寺的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来这干什么 所以这个心态都出了问题了 要调调心态 这儿子摔坏了体呢 人家来安慰他 他说 哎呀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吧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啊 哦 果真 果真呢 他在边疆嘛 塞翁 这个叫塞翁施马的故事啊 在边疆啊 结果是两个国家打仗了 打仗征兵 因为他儿子腿瘸啊 人家不要 所以说这摔坏了腿 得了一条命 去英征的 这个上山厂都死了 他儿子还活着 所以这个成语呢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 心态很重要 事实不重要 这个疫情是个好事 别人觉得 我们觉得是个坏事 我们有觉悟的人 觉得是个大好事 为什么 我们人呢 很难挺下脚步 慢下来 给自己一个时间 闲着 为什么要闲着 你看古代人家 你看古代人家讲究修心养性啊 圣四 闲听 信步 这个闲着没事 在自己的庭院里啊 也不知道干啥 就漫无目的地走一走 叫圣四 闲听 信步 这个 他的心情特别好啊 叫三三步 三三心啊 所以我们今天忙忙忙忙忙忙 忙 忙字 一个树心 一个死亡的王 什么意思 你忙着忙着忙着就死了 死了都不知道为啥忙 他是中国古人造字 特别有意思 你忘了自己是谁了 你忘了自己这一辈子来干啥了 为什么忙 没有时间思考 没有时间反思 所以是上帝给我们造了一个小病毒 然后做天使来到人间 是告诉人那一件事 是停下来吧 呆在家里哪也别去 结果呆在家里啊 听说现在这个抑郁症 造狂症 得病的人也特别多 为什么 你不习惯 你习惯于忙忙忙忙到死 忙忙忙忙到乱 忙忙忙到病 这是你的习惯 让你不愁吃不愁穿 待在家里想福 你想不了那个福 这是一种病 叫什么病呢 失心疯 很严重的一种失心疯 什么叫失心疯啊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真有这种病 叫失心疯 忘了自己是谁了 所以大家都忘了自己是谁了 你是谁 你这辈子来干什么 所以疫情让大家慢下来 甚至停下来 是上帝上仓 老天爷 咱们中国人说老天爷 给了你一次难得的机会 画一个句号 再开始一段新篇章 开始一段新人生 2024年 在两年后即将来临 中国古人发现了天道的运转 是每180年轮转一次 所以他设了八卦九宫月 每一卦二十年 加上这个中宫 然后总共八卦 加中宫九卦 九卦二九 一百八十年 所以古人 为了帮助我们这些 生命体进化 超越 研究天道 研究地道 那么来帮助人道 离挂运 马上在两年后会到来 我们这二十年 望的是更挂运 大山 土 土现高相 所以是除了山 大山 这个还有什么是土的高相呢 就是楼房 高楼大厦 所以是在这二十年 我们这个世界的富豪 东西方的富豪 都是因为房地产发家的 李嘉诚 这些世界的首富 华人首富 洋人富豪 几乎都设立了房地产行业 大赚其钱 那么接下来的离挂运呢 属火 是高科技 在行业里面 它属高科技 大趋势是高科技 离中虚 是虚拟货币 虚拟三地的 元宇宙 将在人类的 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面 大行其道 实际上你们现在 比方你们现在 马来西亚很多 以前我做公义讲座 大概能来个百万十号人 现在有一些人 也未及 听说人不未及天出地面 也未及 师父要讲 移情后怎么开心 实际上他们活得不开心 不开心 为什么不来听这个讲座 不是不来听 偷懒 在家里听 在手机上听 今天很多 那边基隆坡的人 不是不想听 他在手机上听 他在电脑上听 在电视上听 好事坏事 又好又坏 听是好事 坏事是没有见到师父的面 没在师父这个道场被词化 师父讲这个课 连接天 连接地 连接很多的时空场 一跨跨到2024年到2044年 你要沾忘器 你为什么不来 他说我在网络上听 可以 但是不入现场听 现场听 网络上听 你只是 启动了你的神识系统 那这个现场听 除了神识系统 你的肉身系统 也被词化了一次 也被光化了一次 你们经常请师父 给你们的佛像开光 那实际上听师父 现场讲座 师父是给你们 这些人开光 来了以后 总得给你点光 给你人开开光 那是有好处的 但是 是比不听好 对吧 对比那些 不管自己 人不畏己 天出地灭 他根本就不管自己 比那些人好 明明不开心 不寻找一个智者 给他引路 给他一个方法 所以是 还依然活在不开心里 这哪里是 有智慧的人呢 那就只好天出地灭吧 你就生不如死 你没有找到一条出路 所以是 大家要重视 我们独裔于人 和社会上广大的人群不同 因为我们在寻求着 高端的智慧 我们寻求 是一群 寻求着智慧的生命者 叫智慧生命 我们不仅寻求着 现代当代的智慧 使用高科技产品 也坐飞机 也开豪华车 也使internet 也使网络银行 所以我们使用 现代高科技的智慧 那么同时 我们也要吸取 人类有史以来 所有被人们 称为圣贤的智慧 圣贤的智慧 比我们今天 科学智慧 有什么好处呢 科学智慧 科学家只看到了 4%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 在开发物质世界的 高端科技这个领域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科学家在2013年 公开认可 我们生活的世界 还有96%的是不可测的 这不可测的空间 叫暗空间 里面充满着暗能量 充满着暗物质 那么这个不可测的空间 我们人类是否曾经介入 进入其中 进行了研究和开发呢 现代科学家 因为民讯与科学 在4%的物质界被局限住了 古代没有这些设备 没有这些科技产品的帮助 所以是他们海阔天空 可以在地球外 回来看地球 怎么知道 在5000年前 有个皇帝 莲皇子孙的皇 皇帝的老师叫齐伯 这个皇帝曾经问他的老师说 这个大地上 所有的物体在地面上都有支撑 那么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我们脚下的这个球 他们当时已经理解 知道是个球体的 不是一个平面的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呢 他问他的老师 齐伯对于大气举之 什么意思 这个地球是由气体扶着的 大气举起来的 扶着的 5000年前的 天老爷 有没有太空飞船啊 没有耶 没有他怎么能够 从太空看地球 是悬浮在虚空中 外面包着大气的一个球体呢 你怎么不想想 他用了什么高科技知道 望远镜只能往天上看 不能望 他要上天 用望远镜看地球 能看到 哦 身外有身 他修出一个体内 复制一个自己 他自己一模一样 能看 能听 会思考 的身外身 这个出离地球 反看地球 他就能看到了 这是古代的高科技 我们今天是望尘莫迹 他并不是借助于这个现代的物理手段 而是借助自己的灵性系统 这是科学 不像我们今天 井底之娃 谈起古代文化 就是说封建的 就是迷信的 就是不健康的 就是落后的 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今天 执着于物质界的发展 忽略了96%的暗物质 暗能量 暗世界 我们已经落后的不像样子了 所以这也值得我们反思 这次疫情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反思 是不是我们人类特别的牛 牛到被一个小小的眼睛 看不到的一个小东西 给你关到家里去了 以前我们只能把动物关在笼子里 关在屋子里 供人欣赏 现在是他们把人关在房子里 不让你出来 这个世界不再属于你们 你们不可以在这乱晃荡 你们回去你们的笼子 回去你们的牢笼 所以是大家要值得反思 我们人类不能再牛了 要客观地看待一下这个世界 客观地反思一下 人类究竟要何去何从 为什么老天爷 为什么上苍 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让我们stop下来 进行反思 是因为我们人类 离开正道 离开应该走的道路 差得越来越远 应该回头是岸了 应该向反方向走了 就是重新对自己的三观 进行一次检讨和学习 哪三观呢 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我们要问自己 要问自己 我们活着 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 你个生命里面 什么是最贵的 要问自己了 之前我们认为 之前我们认为 我的房子 我的银行存值 这是最贵的 所以我们做了钱农 房农 车农 做了农财 被钱利用了 做农财 拼命地去赚钱 给钱赚钱 给房子 要这个房子 那个房子 这里弄房地产 那里弄房地产 被房子控制了 每个月要交按揭 交房贷 不干不行 赶紧赚钱 交房贷 房奴 贷款买车 很多地方是零贷款 不用把车赶走 开去 有那种好事吗 车奴 每个月还车的贷款 要不停地赚钱 不赚钱 车被人拖走了 心里难受 古人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我们是没有了东西 活不下去了 房子被人家拍卖了 活不下去了 车子被人家拉走了 丢不起人 不敢见朋友了 抑郁症了 你看 都被房子 被东西 被物质闹腾着 不开心了 所以大家要审核心 后 人 重新建立一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人要活出 就是人要活出开心来 活在极乐世界里面去 洒洒 偷偷地活着 不是去为钱活着 不要因为有钱就开心 没钱就不开心 本来你没钱就剩一样东西了 什么东西啊 不明白 你什么都没有 钱也没有了 房子也没有了 车也没有了 你还剩下一样什么东西 穷开心 掌声一下 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是剩了个穷 穷要开心 穷开心 结果你不开心 就什么都没有了 掌声一下 剩了个穷开心 不开心 这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就剩个越穷越遭罪了 越穷越痛苦了 没智慧 所以穷到底的时候 一定要开心 那就活出超越来了 古代师父他得到之后 就去做教花子 他不是没有能耐 释迦牟尼是最大的教花子 他托伯 他是什么 他是王子 他是未来国王的继承人 人家还把那个什么都不要了 去讨饭了 为了什么 开心 对不对 你们的这个总理开心吗 以前的总理现在开心吗 不开心 当总理的时候开心吗 不开心 烦死个人 啥事都来烦他 人家不要了 去脱脱 吃饱了 往哪找个凉快地方一睡 睡醒了 再起托伯 再一吃 哇 多开心 给他们一个掌声 开开心心地活着 才是有价值的 开心的一天是你的 开心的一刻是你的 不开心的不属于你的 要从人生中的 时间里面减去的 这是大家记住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开心 不要再用什么 钱啊 房子呀 这些东西去比量 去和别人比 我们中国人 现在活得就很难受 为什么 这个家长之间就比什么 我的孩子是名牌学校 然后呢 这个 再就比什么 我的老公是总理 就比这些 然后 比不过 就回家 得抑郁症 得精神病 不愿见人 不愿说话 心里不开心 你的老公不是总理 可以天天陪你 多开心呢 那个总理 你天天见不上面 是你老公 有啥开心 只能跟别人一样 在电视上看 对不对 挂在墙上看 那有啥开心呢 鼓掌一下 这没有智慧 真的没有智慧 开心是最有价值的 这个叫极乐世界 我们要把人间变极乐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不要去追求那些 不应该追求的东西 那是没有价值的 人生白过了 那么第二个是 调整一下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 以前的这个古代 是根据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来定是圣贤 伟人 大人 还是小人的 今天我们把价值观定为 钱 你有钱 这个人受人尊重 没钱 别人瞧不起你 所以这个整个的是一个 背道而驰 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在我们这些有智慧者的眼中 这是不值钱的 死了什么都没有 你看这次疫情期间 死了多少富豪啊 不是只有穷人才死啊 有的整家都死了 那么他的钱财去哪了 整家都死了 没人继承他们的钱财啊 去哪了 拼命的活着 赚赚赚赚赚 突然一家人都得病死了 那钱财去哪了 一场梦幻泡影啊 做了一个发财梦 半路上死了 家里也堆着很多钱 这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 活着每一天开心 天天开心 不是等有钱才开心 这是真正有价值 这个叫活在极乐世界里面 然后人生观 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你们问问自己 你活着为什么 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对不对 这个没钱 你痛苦 刚才说了 钱不入别人多 自己明明账上存这个十万八万的 不入别人多 听说人家有个千二八百万的 你又不开心又痛苦 比量之中又痛苦 邻居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又痛苦 都是为别人活着 都是为别人活着 没为自己活着 你们这辈子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搞不懂活着的意义 劝你死了算了 早死早投胎 早明白 再准事 现在你们活得好好的 先别死 为什么 还有机会找到 怎么去找到 要学习 要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活到老 学到老的目的是什么 搞个明白 我为什么活着 就这么一件事 到老了 到老了 如果你还没有明白 你为什么活着 你白活了 掌声一下 真的白活了吗 你来了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你做任何事情 有个目的 有个动机 你死了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活 不白活了 浪费了一辈子 可趁咱们现在还有口气 搞明白这件事 人生观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要死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有一个不死的 他 他在 他要借你这个躯壳 借你这辆车 做事情 做什么事情 解放自己 解脱自己 不再入六道轮回 不再被因果纠缠 不再受别人的控制 我们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自己没有做自己的主人 你被别人弄得痛苦 你就是被别人控制了 对不对 别人就是想让你痛苦啊 所以制造了很多东西 让你痛苦 不痛苦 再给你加砝码 直到你痛不欲生的时候 他心里在 哈哈哈哈笑 哈哈笑 为什么他开心 报仇了 血恨了 你当年怎么弄我的呀 你也有今天啊 是不是 他开心的 哈哈哈哈在那笑 你呢 在那哭 痛不欲生 这叫冤亲债主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 是为了让冤亲债主开心 记住这一点 冤亲债主都开心了 没人弄着你不开心 你一定会开心吗 掌声一下长点印记 谁是你的冤心债主 你的老公 冤家不是冤家不剧头 你的老婆 你的儿女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身边所有认识的人 是一大纠缠 一个大蜘蛛网 然后在一张网上 他为了弄你不开心 他那把自己的那根玄灯 你那就哭起来了 被人控制了 对吧 一直往这一动 整张网动 是吧 你是被人控制了 你能不能网动你不动 他想让你哭你偏笑 气死他 那你叫本事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是说亲人 认识的人就是善缘 这里面四大缘结在一块 这个讨债的来了 报仇的来的 报恩的来了 还债的来了 这四大雷关系 这四大雷关系 在六道中 这个纠缠着 做了你家的狗 做了你家的猫 对吧 做了你家的老鼠 做了你家的蚂蚁 做了你家的孩子 不要以为都是善缘 也未必都是恶缘 不管是善缘 恶缘 你都要让他 及早的了缘 这是我们人生 真正的意义 把一切的纠缠 该还的还 该跟人家讨债的 不讨 放舍 不让人家担惊受怕 这种心态活着 该报仇的 这个不去报仇 放掉人家 给人一条生路 人家来报恩的 欣然接受 让人家感恩你 让别人开心 我心一跃 这是我们 真正有智慧人的 一种选择 而不是说 我弄着全村的人 都不高兴 我弄着全家人 不高兴 唯有我独乐乐 我自己开心 那你就是魔鬼吧 人生的价值是利他 让所有遇到你的人 都开心 这是真正人生的意义 在这样的状态下 把所有和自己有缘的人 都带到极乐世界去 永远地开心 你心一跃 众生离苦得乐 我心一跃 众心欢喜 我心一跃 这就是天使 这就是菩萨 这就是应当去做的事情 这是人生最有价值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还有世界观 我们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你没有跳出三界外 你在五行中 如果你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回头来看 这个时空点的你 只不过是三世因果中的一个生命载体 三世因果 在当下的 过去的 都是过去是 包括刚刚 过去的时间 那叫过去是 不是说上一世 前几辈子 过去的 就叫过去是 世界的是 安住于当下 叫当下 现在是 未来还没有到 下一秒还没有到 那叫未来是 不能把三世因果解成 上一生 这一生 下一生 为什么 苟日心 日日心 苟时心 时时心 你要在分分秒秒里面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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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更新的东西干什么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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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要什么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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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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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了吗 delay 刚刚过去的 发生的事情 delay它 忘掉它 舍掉它 现在在做的事情 做 认真把它做好 做完了以后 delay它 然后这个 还没来的事情 空掉它 不要管 为什么要管 这个 疫情没爆发 谁想到 疫情会爆发 那是你管得了的吗 是不是 大家要记住 未来的事情 还没到来的 这个 下一秒钟 下一刻钟 下一个小时 明天 后天 来一辈子 不管它 那么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要做 做什么 做一个 为未来 重新 推翻了所有的东西 重新画图子 重新写计划书 重新规划 你的明天 你的下一个月 你的明年 你的来生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有智慧者 在当下一念心 能做的事情 还要专注去做的事情 听明白的掌声一下 有的人跟老公一赌气 三个月不说话 我的妈呀 你真有耐心 这个人家得罪你一下 三个月前得罪你一下 到现在你还刻骨铭心 你为什么不删除啊 你为什么不删除啊 这不好的 是垃圾 你家里垃圾是不是天天到 对 那以后你要不要倒垃圾 要就掌声一下 回去给老公抱抱 你抱抱老公 老公抱抱你 这delay了吗 干嘛 把那个垃圾收着 收三个月 越收越臭嘛 这是人生的意义 什么是事业观 事业观叫三四因果 三四因果 过去的东西不存在了 删除 有的人跟我说 师父你知道我肯牛了吗 我说你有啥牛的 我没看出来 因为他穷的这个 穷的这个上课都得我赦钱给他 他还说他牛 我就看不出他牛啥 师父 三明大师说了 我是乾隆皇转世 乾隆皇帝知道吗 清朝的开国皇帝 乾隆皇转世 说我很牛 我看也有点牛 像个皇帝的一个架子 这样摆着 我说 五皇万岁 要不要我跪你一下 你神经病 可能你真是 可能你真是 跟现在你穷有什么关系 乾隆皇帝穷啊 乾隆皇帝身边没一个人伺候啊 要啥啥没有啊 所以大家尽搞是精神病的事 都不能来问 师父有人说 我前世是谁 你说是吗 精神病 都得了病了 不要管过去是你是谁 甚至都不能管 昨天你是谁 对不对 昨天那个人还活得好好 今天他躺在墓地里了 得了冠病死了 那你能管得了吗 所以大家要珍惜 自己活着的每一时刻 不是每一天 每一时刻都让他 做出应当做的事情来 安置于当下 一心一意 专心专意 把要干的事情干好 这个大楼的成型 是一块砖 一块砖地盖起来的 不是你想出来的 只有你不停地盖 每天地盖 每天地盖 最后到一个时间段 砰 楼成了 从来没有说 你在那想盖楼 想盖楼 想盖楼 想了千百节 最后把个楼盖成了 没听说过 脚踏实地 能干点啥 干点啥 这是什么 这是三世英国的世界观 不要老觉得这个地球 什么时间会爆炸 太阳系什么时间不存在了 我们会跑到哪里去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既然还有五十亿年 你管得干啥呢 对不对 那轮到你今天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所以大家要活在当下 安住于当下 做出功德来 做出贡献来 为你身边的人的快乐 去想方设法地创造条件 利乐你的家人 利乐你的朋友 利乐友情大众 包括众生界的六道众生 能够利乐地让他们欢心 他们开心 我心一跃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窍诀 说是疫情是个好事情 但是你不反思 就是一个坏事情 有人担心这个 马来西亚接下去的经济怎么样 世界经济怎么样 该你啥事啊 你家这一亩三分地 这是后花园的菜地弄好一点 有吃有喝 不就挺好的嘛 你又不是总理 那是总理的事 对吧 那是联合国秘师长的事 你又没当那个官 古人说 不在其位什么 不谋其政 一无不少 何以少天下 你就把自己家里的日子 好好过好 一家人 和乐着 好好的生活 一家兴旺 家家兴旺 天下兴旺 从一家人开始 从一群人开始 那么整个国家的家家才能开心 群群才能开心 那整个国家就开心了 所以我们示范的是在自己活着的当下 去为这个国家贡献 不要给国家添泪 你生病了 国家还得给你这个医药费 然后去免费隔离 免费吃住 多麻烦 就做好卫生 不让他生病 就为国家添泪家 做贡献 不是我们不管 是脚踏实地 能帮自己家 就帮邻居家 帮一群人 帮整村人 帮整个社区的人 帮整个公司的人 这才去帮 你自己都没搞好 你就想搞好别人 不可能的事情 经验是从你当下 一家人那开始的 不是说你有本事把所有人搞好 你家里乱 那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是大家的这个脚踏实地的 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观 人生观 世界观 这三观都归结在一个字上面 什么字 什么字 老师下课 白讲 乐 乐呵呵呵呵呵的乐 快乐的乐 什么是最有价值 乐 然后 什么是人生的目的 乐 什么是三世因果观 乐 过去的不要了 乐吧 对不对 当下快乐 未来没来 那就剩个乐 是不是三世因果观 世界观 就是一个乐字 所以你的三观建立在哪里 你们乐不乐 看那个熊样一脸死相 怎么叫乐 要心乐 心里发的那心了乐 那这个才叫真乐 对不对 这才有意义 这才有价值 这才不愿意死 谁快快快快快快 开开心心愿意死啊 都是生不如死 不要活了 生不如死 但是不想活了 抑郁了 躁狂了 这就得病了 所以 这个疫情 什么时间走 不归你管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 疫情来不归你管 活一天怎么样 乐一天 就是有价值的 安德斯丹 然后我们这个要乐 你记住 要在世界观中建立一个 三千个大千世界的观念 我们不是一个马来西亚国 不是一个地球 不是一个太阳系 不是一个银河系 是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在整个太空中 不仅仅只有一个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还有N多个 可能两千多亿年 两万亿年 可能还有两亿年 或者是刚刚诞生的星星系 所以我们就生活在 如同一个太虚空 如同一个大海 海上不停地起浪花 有的浪花打起来 两天没落 海啸 对吧 有的浪花打起来 两分钟灭了 有的打起来 要推波助澜 要几个小时 那个浪才到岸 对 太虚空 我们生活的宇宙 只是太虚空这个海洋中 起的一个泡膜 一个浪花 能打多高 能持久多少亿年 不归我们说了算 万发 因缘生 还从 因缘灭 所以不要问说 地球爆炸你去哪 141年宇宙不在了 你去哪 你是那个老不死的 你是那个永恒的灵 你的生命 不会因为这个宇宙的爆炸 不会因为地球的爆炸而死亡 它只会带着你的因果业力 在寻找新的生活空间 这你就活得开心了 因为你就不害怕生死了 不惧怕死亡了 因为你知道你是不死的 你是不会死的 死的是你的躯壳 活着的永远是你的灵魂 灵魂要净化 净化到纯灵 没有任何的纠缠 没有任何的因果业力 就还归于法界 做一个永生者 那就是菩萨 那就是罗汉 那就是神仙 其实我们活着要追求神仙 成就不死的金刚身 不死的永恒身 跟古圣先贤 学这样的殊胜的 再造自己生命的方法 尽快地获得永生 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此生不干完这件事 你还得再来 不是就了事了 再来可能就遇不到这种好的环境 你变成个蚂蚁身修炼 变成一棵树修炼 变成一个海洋里的动物修炼 这就要畜生到 那么还有天天挨饿受动 去修炼 恶鬼到 还要天天受刑罚 地狱到 还要天天吵架着修炼 阿修罗到 那么人道也有生老病死苦 不如意 天道虽然是可以享乐 但是恐惧心 在他将要死亡 可能还剩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 他就知道死后会去地狱里受刑 死后会去畜生道里做这些畜生 一个尊贵的人种 尊贵的天人种 要去这些壳里面轮回 因为他们有大神通 所以他有几百年的恐惧 担心在那个里面活着 所以也是痛苦 不是纯粹的乐 所以我们修道人 要懂得出六道轮回 要有六道各自有空间 有各自生存着的生命体 这样的观念 去建立一个宇宙观 超越世界 建立宇宙观 那这个雨是空间 宙是时间 是不同的时空 就像我们和我们一起生活的 这个众生 虽然我们在 这个都在马来西亚的国土上 但是在这片国土中 还有不同的时和空 时间和空间 不同的时空 你回去前面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空间里的 这个众生和现在不一样 有人说师父是一样的 不是 地球是在转 地球又围着太阳系转 天上的星辰在一位 天上的星辰 我们跟一个小时 之前跟我们在一起的星君 现在已经 已经飘移一个小时以外去了 时空是不同的 我们都在马来西亚国土上 你是在这个高楼大厦里面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空间 还有蚂蚁在活着 它的时空跟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同样在一栋大楼里面 你在这个客室里听课 这个大楼里面还有人在吃饭 不一样的时空 这叫抉择 这就是抉择 所以我们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 那么你就突破了人 这个世界 你进入了六道 混合共生的时空 在这样的时空里面 你才能够真正的利乐 六道一切众生 而不是只看到人道 我们人类被教育坏了 现在明明畜生道在 不去理他们 任意地剥夺动物的生命 任意地打猎 任意地到海中捕牢 为了保自己的口福 杀害别的生命族权 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 这就是事实 被教育坏了 所以在圣经中 他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上帝让那个人 亚当去给叫来的动物起名字 这个叫牛 这个叫羊 好呼唤他们 上帝让这个人给动物起名以后 交代这个人说 这个你们 你以后要替上帝管理这些生命 管理懂吗 就是牧羊人 就是放牧的 就是替主人看家 守院的放牧人 结果主人出去了 回来只剩羊皮了 为什么都被你们吃了 谁给你的权利啊 任意地去宰杀 任意地去掠夺别的族群的 别的生命群体的生命呢 蚂蚁随便地看见了 拿火烧 拿水泼 拿跳着扫 跳着扫 它也是生命啊 来个天人 拿个铁扫子 我们也就跟蚂蚁一样的 哗哗哗 你恨不恨呢 拿个铁扫子 把你们当一群蚂蚁给扫了 弄勃气 一勃气给拉走了 你恨不恨呢 恨 对 万物皆有灵性 你记住 它们跟你一样 它有喜怒哀乐悲空间 有怨恨 有怨恨 它就要想办法报仇 然后 我们以为蚂蚁很小 我们很大 实际上 你错了 你自己多大 你反思一下 如果剥掉这个壳 这个壳 只是你的一个汽车壳 里面的主人到底多大 你们到底多大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母亲怀你的时候 这个是个卵细胞 卵细胞很小 现在要用显微镜看 看不到的 所以你在那个 看不到的细胞里面 那个细胞是你的壳 你在那个里面 你想你有多大 那你现在 你长大了没有 你长大了没有 你没长大 有没有好学生 敢敢说出来 有没有长大 没有长大 你还是baby 你还是儿童 你还是儿童 还没有长大 你长大了没有 长大了没有 不敢说 反正师父很狡猾 弄了弄了 掉了圈里去了 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啊 不够不尽啊 那个是你啊 也就是卵细胞里面 那个点儿 那个透亮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 那个你是你 你长不大的 你永远那么大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很大 我们的灵 灵就是那么一个点儿 就是一个 现代科学家可以说的 就叫光亮子 就是父的羊 母的阴 碰撞的时候 生成的那个小明点 叫不死明点 安住在你的心中心 那就是你本出的灵 你再长多高 再长多大 它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 它没有长大 所以是这样你就知道 知道众生平等 蚂蚁 它那个小明点 不死的明点 这个在蚂蚁的躯壳里面 蚂蚁也很大 如同须弥山啊 一个细菌 做载体 那个明点儿在里面 那个细菌也很大 像一所大山啊 你要这样去思维这件事 在枪子里去看自己 只不过是那一个 不死的明点儿 破 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形体 是它善于变化 去了不同的躯壳 但是去到任何的躯壳 它还是那么一个点 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去看待自己究竟是谁 你只有明白这个 你才能活出开心来 因为那里面是不死的坦诚 那里是永远光明的世界 没有黑暗 那里只有快乐 没有任何一点的痛苦 你安置在那个里面 你的脸上一直是偷偷地在笑 因为它是喜悦的 它是开心的 它有大爱 一切善的东西 在那里面展现着 一切恶的不存在 存善 至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是止于这个 止在这里面 只有善 只有乐 只有喜 没有任何的恶存在 所以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后遗情时代 要首先解决一个事情 就是看看 能不能把自己找回来 为那个真正的我 做事情 不再为这个 要埋在坟墓里 放在骨灰翁里的 这个虚假的换身 假换之身 做东西 这段功夫呢 在功夫界叫 明心 见性 我们最近在金马轮 开了一堂很好的课 重点 用姓名归指 这部经典 帮助大家 明心见性 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一堂课 那么我们现在 没有太多的钱可以赚 那就不去赚钱 等到看到商机了 再去赚钱 不着急 这个时候 做一点功课 做一点准备 画一个句号 把之前的活法 停下来 看看接下来 要怎么活着 活到心里去 用心活着 所以你就必须找回自己的那个真心 找回自己那个真正的我 这个躯壳 是车的躯壳 你是驾驶员 你一定找到那个 能够驱动这个躯壳 指挥眼 指挥手 指挥脚 指挥身体的 那个真正的我 去反思这个 去学习这个 去找到这个 既然没有那么多事去忙 就闲下来 闲得住 然后去 用点功夫 学习学习 古圣先贤的智慧 找回真正的我 然后 用这个我 为这个真我 做点事 做哪几件事呢 既然找到它了 就 修心养性 心性修持大道声 修心养性 把自己的那个周围的菜地搞一搞 种种花 种种菜 然后 修心养性 祭情乐 山水之间 出去走走 出去看看 登登高山 看看大海 享受一下蓝天 享受一下大自然 这些 这些 并不需要钱 都能赋予你的东西 之前你不珍贵的东西 现在会感恩这些 然后你就活出人味来了 活出一个真正人的味道来了 以前你没为自己活过 你为钱活着 你为名活着 你为一个虚假的追求 妄想活着 众生为什么会 lost自己的真我 丢失自己的真心 是因为妄想 并且执着妄想 不能够证得 自己本来的如来心 如来性 如果你放下妄想 放下执着 回归自己的心中间 自然就证得 因为它不生面 不够静 不会丢失 它依然在那 等着你回家 盼子归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要利用闲下来的时间 修心养性 一个星期 不要坐满七天 至少给自己一天 闲着的时间 来修心养性 那如果你能够给自己 两天时间 更好 如果你能给自己七天时间 更好 如果你还能给自己 二十一天时间 更好 跟着我去欧洲 转转 还有要为真我做件事 把身体 修复回来 我们现在的身体 不仅是中年人 年轻人 我最近发现一些年轻人 也自己身体出问题了 不知道 一个人的体内 怎么样是健康的 你们自己检查一下自己 是不是真正健康 坐在那个地方 回到自己的腔子里 闭着眼睛 看眼睛 看鼻尖 须着眼睛 看鼻尖 女的 闭着眼睛 看鼻尖 两个眼球往后 轻轻翻 我听说有人使劲翻 你那太对不起自己了 你用意念 把那个眼光翻进去就行了 又不用动脸珠子 交叉 在大脑睁中 两个耳朵 有两个螺旋 往中间 有股光气进去 大脑睁中 然后 嘴唇轻闭舌顶善恶 调鼻息 收心意 在自己大脑正中 聚一个小光点 头顶百会打开 合音打开 天和地的光 也在中央凝聚 凝聚这个光点 亮晃晃的光点 放一下光 把大脑照 照亮 然后这个光源 向下走 到胸腔 中央放光照亮 照亮有五方佛灯 前面红色 后面紫色 左侧青色 右面白色 中央黄色 放光 然后 下腹腔 杜西尔跟命门连线 百会和会音连线的 十字交叉点 有个红色的光球 像乒乓球大小的小光球 悬 右后 左前 的悬 然后 下面子宫口 喷火 铺的一声像 Gas气一样的 喷火 火燃烧起来 光球旋转 火 熊熊燃烧 整个扶腔热起来 热大腿 膝盖 小腿 脚踝 脚底 全身热起来 热后背的脊椎骨 前面的胸骨 两个手臂 手腕 手心 头顶 好 注意现在 这个 自己给自己打分 自己不用举手 你自己给自己打分 颅脑腔亮起来 得一分 你现在感觉 颅脑腔亮亮的 得一分 颅脑腔热的 得两分 颅脑腔 冒汗的 得三分 这是你健康分数 然后往下 看胸腔 胸腔亮的 得一分 胸腔热的 得两分 胸腔 前后胸 冒汗的 得三分 然后 再往自己的下腹腔 下腹腔亮的 得一分 热的 得两分 然后 这个 整个 烧热烧热的 这个 整个腹腔极热的 得三分 然后 这个是 九分 然后 腿热不热 膝盖热不热 小腿热不热 大腿热了 得一分 膝盖热了 得两分 小腿热了 到这个 脚底心热了 得三分 双肩热不热 得一分 这个手热不热 胳膊热不热 得一分 然后 手心热不热 得一分 然后 如果你还能够在 黄庭里面 把自己放空 大明 用黄庭 内观自己 整个身体里面 像这个 白天 外面的白天一样 明黄黄 这个就加一分 然后 如果你能从这 透出自己 空了 自己真空 内在真空 那再得一分 内外 空明 得一分 所以 这就是健康分数 不是你的血压 不是你的什么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 再继续评分 这个心脏里 要有反应 肝脏里 五脏六腑 都要有反应 骨 一节一节的骨 都有分数 你可以去打分 打分 有的人 冒汗了 但是是冷汗 为什么 一样都没有 一样都没有就很惨哦 你的健康是零分啊 为什么 凭一个人的健康水平是精气神 体内有三宝 下腹腔是精生之地 胸腔是气生之地 这个颅脑腔是神族之地 精气神饱满 人的精神就饱满 精神饱满 人的心情才能快乐 体内的所有的脏腑里面 翘翘都有神 神愉悦 你自己那个真正的我才能大愉悦 大欢喜 这叫内 内身果世界的众生 要快乐 只有内成了 外面六道众生 跟你交往 才能够通过你这儿获得快乐 叫内外大光明 内外极乐世界 浑然一体 这就是健康度 健康水平 不要去量血压 不要测心跳 你如果能够安置这样的一个内主天光 内里面发热 发光 发亮 透明 空 心情极度一跃 那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所以是为自己的真我 健康这个身体 不要去再量血压 量那个什么东西 那是假的指标 真正的指标 无非是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无非是骨 血 髓 筋 肉 皮 这些组织 这些组织都要靠精 气 神 来维护保养 不是靠吃什么东西 喝什么东西 这个千万要懂得一个健康的一个指标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健康自己的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是真我居住的宅舍 要让它富力弹簧 金笔辉煌 你就是要给它充满光 不是你在外面穿着什么名牌衣服 带着什么名牌手表 带着什么样的金银首饰 不是 那是假的 荣耀自己的真我 给自己的内殿堂金笔辉煌 那么这个是要靠精气神内在的荣耀 那是真荣耀 那是真健康 所以不要再追求虚假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组织欧洲之旅 就一定要带你们去梵蒂冈的 那个大教堂去走一走 那个大教堂就是我们人体里的内景 内景真实的内景图 里面金笔辉煌 对应着大穴大窍 通通有圆形的孔道 与屋子外面连接 这真正的体验 当你能够回到自己的黄庭 回到自己应当在的那个真主的位置上的时候 从那个里面往外看 看到自己的殿堂 这个身体是你的殿堂 去检测你殿堂的光度 热度 金笔辉煌度 是不是 这是真正的健康指标 要懂得去经常的检测一下自己的健康度 为真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不要伤害 不要伤害它 不要去污染它 虽然它不太容易被污染 但是真我的这一点明点 外面有八重罗网 第一重是我们今生父母 通过DNA给你指成的一重蜘蛛网 我形容是蜘蛛网一样的东西 它叫网脉 网脉 这个是网络了你父母九族的基因的东西 然后他们的善 他们的恶 都通过全西科学的这样的方法 记载在每一代祖先的DNA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记住 为什么中国古代留下的孝道文化 就是早都发现了这样的秘密 如果我们从元祖的宵夜 你的一走大山就不见了 如果能给元祖增一点善 你这里就会增一个大山的善 这是一个改造命运的 极快速的方法 极好用的一种方法 说历来是没有不孝的 人能够大富大贵 虽然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不孝的人大富大贵 那是他前世的福报 不是今生的 这一世想完了 下一世就很惨 然后呢 所以是第二重楼王 是我们上一世的 我们重视的是过去七世父母 就是七辈子 今生的父母是这样 上一辈子的父母不是这个样 这七世父母的基因 是通过阿赖耶使 这个藏石 你的神石带来的 也接从了七重楼王 包括在这个内层楼王的外层的七重楼王 所以你的名点 不死名点外面包着八重楼王 八重楼王的蜘蛛网上面纠缠着很多的怨恨 即代你去进行清理 不然这些怨恨爆发的时候 你就是五阴至圣苦 就是痛不欲生 不想活了 是这些业力在闹腾的 所以是 那么怎么样对付这些业力 这些业力未干净之前 它一定是存在的 不可能瞬间被你清理干净的 那记住 告诉大家一个窍诀 调整心态 为真我做件事 调整心态 调整什么心态呢 就是你要做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我们人有七情 叫喜怒哀乐悲恐惊 这七情是人作为人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一个标准人 他必然有这七情 你什么表情都没有 你是个机器人 机器人现在也会有表情了 那你什么表情没有 那你就是个死人呗 死人他没表情 对吧 活着的人一定有喜 有怒 有悲 喜怒哀乐悲恐惊都有 但是这七情要保持在一个度上 如果过分了 他就是七毒 过分的喜 伤心 过分的怒伤肝 过分的这个恐伤心 伤肾 恐惊伤肾 然后过分的悲伤肺 过分的悲伤肺 我以为五脏六腑 怕这七情变成毒 所以你要调整心态 要觉 好了 洗到这儿就行了 怒到这儿就行了 情绪的爆发 世人 他必然 正常人都有 所以是 那么要控制他的度 要有决心控制他的度 控制度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 这个 寒眼光 宁耳韵 调鼻息 剪舌器 然后 安体静心 回归心中心 回归心中心 还静不下来 待会儿我们就唱首歌 唱首月光 让自己回家 唱首歌 常听这首歌 人家说 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 看看自己的亲爹娘 看看自己的故乡 这首歌我在金马轮 给大家截读了 将来在网络上 公开它的意思 唱首歌 如果还控制不了 那就 跳支舞 金刚舞 待会儿你们越唱 就在这唱 待会儿越跳呢 凳子一撤 这就是跳舞场 你们就跳广场舞 唱首歌 跳支舞 你的情绪 喜怒哀乐悲恐惊 七情六欲 这瞬间不见了 只剩极乐 只剩嗨 只剩安静 只剩喜悦 只剩那个乐子 今天老师就教了你们一个诀 叫乐子诀 有钱怎么样 乐 没钱怎么样 穷乐 就那个乐子嘛 对不对 不开心 找乐子 开心 更乐 更乐 对不对 不开心 你要找回那个乐子 你为什么老在不开心的那个低调情绪里面 找乐子 找乐子嘛 唱唱歌 跳跳舞 不就找乐子了 对不对 这就活出一个自在 活出一个快乐的世界来 所以是这个调整心态 还活着 对不对 这怕什么 都学了壁骨 觉得 怕什么 没钱 没钱 你要钱干什么 都不吃不喝了 你还要钱 对不对 那就不要钱 对不对 有钱就去赚 谁跟钱有仇啊 我跟钱没仇 你没有 我不管 掌声一下 跟他没仇啊 有钱要赚 要精进 对不对 熟的果子赶紧摘到篮子里 有些人都等 说哎呀 这个生意已经成型了 可以收账了 不收 说哎呀 等一等吧 他还要做第二单 我等第二单 一起连第一单的一起收账 所以第二单说 哎呀 再给他机会 再等第三单 结果他倒闭了 你干嘛熟的果子 不先摘下来吗 第一单做成了 就收账 摘果子吧 所以聪明人 哪怕是 整棵树上就熟了 一个果子 一个果子 也把它什么 摘下来 没有等的 掌声一下 哎呀 不能等 有钱快快赚 OK 没有人不让你们赚钱 是说 没钱 不要想钱 那么不要想钱 怎么一个招呢 让钱想你 好不好 好就掌声一下 教你去 所以要调整心态 在自己这个 这个后遗情时代呢 要重视喜怒哀乐 悲恐惊的根源在哪 根源在你的心肝脾肾里的气 灵脱 气阻 气阴 这个玻璃二相性告诉我们 那么你的五脏六腑的气 它是颗粒状的 粒子状的 这种粒子状的气 它是属于波动的 它有波动 它波动出去 这个心里的气阴 它出去的大喜 这个圣里的气 这个阴 它就是大恐惊 肺里的气阴 它就是大悲伤 脾胃的气 这个阴 它就是忧思 抑郁症吧 这是忧思症 抑郁症不是治脑神经 抑郁症治脾胃的 脾胃把它活了起来 阴阳合了 这个症就没有了 这个躁狂症治心脏的 它这老是平静不下来 老是兴奋 治心脏的大喜 这个脾气暴躁 这个躁狂症 它是治肝脏的 肝脏里面是容易发怒的 如果阴气横生 所以这个调自己的情绪的根源 要用六字气诀 六字气 把五脏六腑的浊气吐出去 吐过拿心 换好的气 换阳的气 那你喜怒哀乐 悲恐惊的情绪就不见了 这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也说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不要说自己在悲的喜怒哀乐 悲恐惊的情绪里面 不肯出来 是能够出来的 要自己的真主做主 炼六字气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 掌声一下 刚才说师父要传你们个诀 在钱还没有来的时候 让钱来找你 又没有掌声 哎呀 算了 钱怎么来的 钱怎么会来找你 事儿 一定有事情发生 来找你帮忙 记住 是不是 不是先 要钱来找你 是事先来找你 事情来找你 把事情做得 妥妥荡荡的 圆圆满满的 钱就来找你了 哦 还没有掌声 啊 事儿怎么来找你 事儿怎么来找你 事儿为什么不去找别人 来找你 有信 信誉 信德 人家信你 你能做好这件事 你能做好这件事 人家才把事儿给你 我们有个学员老劝我 师父做套西装吧 做套西装吧 后来我想 什么目的 让我做套西装 他说你那个都没一套好衣服 做套西装吧 我一看他那个人 我没有信心 然后后来他说 不是我做 是我老公做 我说那既然他让他老公做 我就看看他老公吧 说见了老公 我有信心 我立马说做 掌声一下 你要至少像个 做西装的样子 懂不懂 穿个大拖鞋 自己穿个大裤衩子 穿个大汉衫子 来给我做西装 那我还用你做西装 人靠衣裳 马靠 安 装扮装扮自己啊 不要才三十来岁 人家就叫大妈 大婆婆的 不叫安提了 叫你们叫什么 那个婆婆叫什么名呢 不叫安提叫什么 阿嬷 三十来岁人叫你阿嬷 你没搞错 你自己嘛 你自己收拾收拾 打扮打扮 对不对 化个妆嘛 女孩子要化个妆嘛 男孩子把胡子剔了嘛 头发离一离嘛 对不对 衣服找个名牌的穿嘛 对不对 实在不行就咬着牙脉嘛 以前这个人家老说 师父你换个包 换个包 我说换啥包呢 我就每次上飞机 踢个塑料袋 然后把电脑上 装着踢个塑料袋上 坐商务舱 人家也不给我好脸子看 结果后来你师母 应在台湾给我买了个包 三千多块钱新币 结果那天打折一千多 他就应给我买了 那包管用 我这招哪 人家不看我 看那个包 看着那个名牌包 给我面子 空姐对着你也笑 坐经济舱 人家对你也笑 对不对 这个管用 所以是人靠衣服 马是安 要打扮自己 精气神 就在你的外表 不要整天 一副落魄的样子 落魄的样子 谁信你啊 这叫信德 所以一个人要有精神 要打起那个精神 要天天乐呵呵的 这乐呵呵的 人家一看就被你乐呵了 本来他那心里不舒服呢 这一看被你乐呵 那事不是你做 谁做呢 你告诉我 那肯定你做 因为他看了别人 都一脸苦笑 看见你 他就笑了 那肯定找你做这件事 对不对 这是什么 这是人德 自己有慈悲心 有慈悲心 那么同时呢 对人尊重 讲礼貌 是礼德 仗义 买白菜 买个白菜 我慷慨点 送你一颗葱 仗义嘛 掌声一下 这个 这个 要舍 要舍 你不要舍不得 舍不得 谁跟你做生意 那这个 要有智慧 不要乱舍 买一颗白菜 送一套西装 你这没有智慧 这绝对没有智慧 你们傻嘛 这没有智慧 你要有智慧 要算账 要有全部数字化 买一颗白菜 我挣你两毛 一颗葱成本 还不到一分 送一颗 这是算账 这是智德 你无非要那口气 说人 义 理 智 信 武德 人是慈悲 要对人真慈悲 要善 是为了帮助别人 有一个形象 我帮你做西装 你是大师 对吧 你不能整天的那个 大拖鞋就上讲台了 然后拿这个 急功活佛的这个 破扇子 破帽子 穿着破袈裟 就上讲台了 那是跳铜的 那不是大师 对不对 人一看就跟你 对你没兴趣 所以这个 这个慈悲是利他 一切是利他 才帮你做这样件事 如果不利他 不做 我们这个前面 我们已经 广告时间段 已经过了 这个卖手环 推养仓 这个爆瓶 干啥 干啥 利他 为你们有好处 用过的人都得好处了 如果只是 只是 利公司不做 有的人拿这个来卖 说能赚的 我说不做 这个跟我的学员 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是能赚钱不做 利他就可以 利他你非得要用 那就做生意 做生意 有买有卖 我必须赚钱 因为这是质的 不能说 我为了利你 我赔死了 那就到场关门了 关门了 就不能利益更多的人 所以这个里面的 生意经 就是你要 陪补自己的德行 一切你所做的事情 都是利他的 不是利自己 这才有生意做 如果只为自己 不长久 做一次 人家就不跟你做了 这是慈悲心事 利他心事 意就是要仗 就是赚了人家的钱 要舍得去舍出去 舍出去 师父他不缺钱 帮他做冤金债主牌 掌声一下 舍 我这个客户 我赚了他很多钱 我帮他超度冤金 他不信 他是基督教 他是什么 马来民族的 人家不做不做 我帮他做 舍 是不是 这个义得 那你是帮他 超度他的祖先 回向功德 给你的客户 这就是舍 对不对 礼就是要恭敬 一切为人家 叫横顺众生 横顺众生 这个横顺众生 就是看人家喜欢 要什么样的 不是你硬硬 要人家做什么样的 这就是一切横顺众生 横顺 他要吗 他要给他做 不要不勉强 做不成生意也欢喜 因为他不要 不要也有欢喜 我也给他快乐 让他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对不对 让他知道你很开心 没做成生意也很开心 那他下次觉得欠你个情 有生意 他一定送给你做 这是横顺 横顺是礼得 礼敬诸佛 众生都是佛 你要礼敬众生 横顺众生 不要强加意愿给人家 自己要 非得要强制着 让人家去做 人家强制着买一次 下次不给你买了 心里不痛快 你再找人家人离你远远 电话也不接 最后拉黑名单了 微信什么聊天软件都没有了 缺乏理得 没有横顺 智德 就是要合理力量 不要这个暴力 生意是细水长流 做重不做少 不做暴力行业 不要一次转个够 客户被转跑了 不再来 这是没有智慧的 人意理智信 智德 信德都不用讲 一定讲 信 安实 交货 说给什么质量 就是什么质量的 说是怎么回事 就是事实 真相就是怎么回事 不能坑蒙拐骗 不能蒙人 这个明明不好使 你说好使就是蒙人 只是为了赚钱 去蒙人家的钱财 这个 十恶不赦之重罪里面 有坑蒙拐骗偷 偷是什么 有一些人不老实 把师父的课程 他朋友不上课 偷偷让别人 拷配师父的东西 结果他自己的信息 也没有了 那个偷师父的东西 也练不成东西 缺德 这些东西 法界有护法 有管理 他们会惩罚 所以偷法也不行 这个偷其他的人家的知识产权 在网络上 把人家的东西 拿成当自己的 来贴标签卖 这都是偷 都是偷 不尊重人家 有本事你跟人谈贴牌 对吧 你卖量大 贴上你自己的牌子 人家愿意给你加工 OK 偷偷地把人家的东西 换成我们的牌子 这个No OK 所以这些东西就武德 一个人的福报 哪里来 无德 一个人的钱财 哪里来的 无德 一个人的拥花富贵 哪里来的 无德 一个人怎么成就的 怎么成神仙 怎么成就 一生成佛的 无德 德行圆满 德行要全 这是成道的基本要求 这也是你成人 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的 一个基本要求 所以这个武德特别的重要 要从现在 这个牢牢地奉行武德 奉行武德 这个奉行起来 你们的惯性 总是会跟它作对 那么咬钉绝铁 牢牢 执着 这个责善固执地去执行这武德 虽然在客户的交往过程中 可能你会暂时有损失 但是天道为亲 天在看 地在看 神明在看 它总是要想办法 让你把得到的 失去的再得回来 这天道为亲 你相信有鬼神 你相信有六道众生 不是这个 只有你知我知 天不知地不知 是神目如电 所以是凭着自己的天良 良心着做事 良心着做人 你这辈子绝对不会没有钱 掌声一下 再呢就是 这个赔不得行 怎么去赔 除了你自己执着 责善固执之外 你要重视 心肝脾肾肺 五脏能量的补充 我们五脏里面 是叫五脏 也叫五藏 仓库的藏也是那个字吧 五藏藏着什么东西呢 这个肺藏金 金木水火土的金 这个肝藏木 肾藏水 心藏火 脾胃藏土 是不是 金木水火土 是我们这个 有形生命体 的组合元素 你人体 是金木水火土 五种元素组合 而真正长成的 要认知这个 那么五行 它分 阴五行和阳五行 和真五行 阴五行展现出来的 外在的情绪 就是喜怒哀乐悲恐惊 过分的喜怒哀乐悲恐惊 所以我们要 地阴增阳 这次我强调 那个地是洗涤剂的地 不要再给我又搞成一个什么地 洗涤剂的地 要把那个阴洗干净了 为什么 洗干净了就是阳 阳在哪里 阳藏于内 阴灼于外 衣服脏了就是阴 衣服洗干净了就是阳 体是一个 没有二 所以是 那么把这个阴 洗干净了 地阴增阳 变成阳的 并不是把那个阴 给弄没了 丢掉了 不是 只是把它还原成阳 还原成阳 再还原成真 真五行 阴五行呢 好比是红色的 熟火 火是红颜色的 从色泽着它是 那么红里面染杂着黑 或者别的颜色 就叫阴火 我们经常叫虚火上升 阴火 体内有虚火 这是阴的 阳火是红 不透明 纯红 这是阳火 然后真火呢 它是红 纯红 透明 这就是真火 又叫原真之火 又叫原火 原本的火 所以是原火呢 这个真火 这些在这个 真的金木水火土 在佛门里 称为五方佛 在东方文化 叫五地 东地 南地 赤地 黑地 这个青地 白地 黄地 五方 五元 他们是成就我们地球上 所有有形生命的 原材料 众生都是借着 这五种原材料生成的 那么我们在 这个父母 生我们的时候 怀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天时地利的关系 导致我们体内 心肝 脾肾肺里 所藏的五行 不全 没有圆满 有的缺金 你们有会三八字的 看看命力缺金 缺火 缺什么 对 不全 不全就要把它补全 刚才说 一个五行 五德 全的人 他是大富 大贵之人 如果五行缺失 很严重 你在某些方面 就有缺 比方说 缺木的人 就缺乏智慧 缺火的人 就缺人缘 因为你礼貌不周全 说得罪人 缺这个 木 缺木 这种人 他这个不够仁慈 敌人就多 人家对你怀恨在心 缺金的人呢 这个就缺钱 你的财富就不同 这个金 是金木 水火 的金 所以你这个没有感染力 不能够影响别人 这个缺土的人呢 缺土的人 这种人 地位比较低下 这是因为他没有信誉 别人不敢委以重任 在各行各业 都不能委以重任 所以为什么我们 在特殊的季节 会带着大家去特殊的时空中 就是为了把你先天不足 后天缺失 统统补齐 比方说我们这个 为什么选择在秋天去西方 去欧洲 在大地球上 它是属西方 它是属于西隆 阿尔卑斯山 从这个喜马拉雅山 往西延伸的脉线 它那个地方金旺 秋季 四季各有五行属性 冬季属木 冬季属水 春季属木 夏季属火 秋季属金 四季末属土 这都是规律 所以是在金旺之地 然后金旺之时 时灵 节气 即金秋时节 那么如果能够在山上待七天 你这辈子缺的全部都不起了 什么意思 你看在全世界的经济 不管是老欧洲 老欧洲 现在我们说经济基础 最雄厚的就是欧洲 美国是跟它没有办法比的 只是表面上美国繁荣 真正的 杂杂杂实实的 那么有钱人 大富豪 大富翁 大贵族 都是人家西方人 什么原因 那就是属金之地 旺金 所以它容易生财富出来 所以是你一个人缺钱 缺金 所以是你就缺财富 你就这一辈子穷就缺 你为什么不咬咬牙 一跺脚去一次 去一次可能你就不缺了 掌声一下 对不对 北方龙是补肾最厉害的地方 这是俄罗斯 那好几个摇痛病 脊椎骨有病的人 那年跟我去了一趟俄罗斯 北龙 这个延伸的脉线 哦 好了脊椎骨 这个原来要做手术都不用做了 为什么 它那个肾气阻肾足骨 一辈子缺嘛 缺你才有这个病 那你去一次没了 这都是科学 不是说迷信的东西 那东方属木属肝 旺在日本 东龙 南龙是我们这个地方 南龙属于心 心属火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出贵人 尊贵的贵 为什么 释迦牟尼就是这个龙脉出来的嘛 这个出大贵人 现在有个张卜生也跑来了 尼泵尔中央宫 中央宫属土主信的 陪补你的地位 陪补你的社会地位 崇高的地位 说喜马拉雅山高不高 高 那他有多高 你有多高 掌声一下 没有办法 对一些人的帮助 我们就用了这个九龙珠 当然还有东北龙 西北龙 东南龙 西南龙 中央龙 我就用这个九龙珠 因为师父身上 装 这个是个载体 师父是个枪子 是个空枪 说我把九龙已经走完了 我去九龙之地 把九龙的东西 全息地装在我这个枪子里面 明白了吗 所以是 为什么你们感受到我强大的能量 就是 但是九龙的力量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所以是 那么通过全息地 把这个东西印在我的心里面 这个东西就有九龙的容器和力量了 所以他的力量是十分大的 十分大的 所以他是宝贝来的 很多人不认识 为什么你跟我随着我走九龙 要花多少钱 你现在就这么点钱就拿走了 还不重视 你不是看那有形的这么一个东西 他是里面那个无形的 无价之宝啊 多好的宝贝 所以这个陪补德行 要在适当的时候 就是想办法补齐自己的五行 补齐自己的五行 那么在中国当时他不是走世界 他是通过 东西南北中五月 东月泰山 西月华山 北越恒山 南越恒山 中越松山 当时我的师父就告诉 说你将来有学生 他的五行缺失 可以带去五方 去在五个季节带去五方 帮他们修补 那个时候是在国内 后来呢 师父让我来到海外道场 所以是我就负责了 这个整个地球的五方 九方这样的会中这样的一个工作 并且天底下就我一个人 你不要再想着天 有些人冒名顶替乱搞 那不怪我的事 就受天命就我一个 我在干这件事 并且真干 你们也是见证者 这个 现在大家钱都不多了 要学会花钱 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 什么是有用的地方 买房子是没有用的地方 有个地方住就要买 没有办法 多买房子没智慧 房地产马上在更挂运 过去以后就不值钱了 你大家来到这个大厦 空了多少房子 你看 之前都是满满当当的 后疫情大家都 基本上是在家办公多 聚集办公少 所以你再买房子 投资办公室 投资商场 大家现在虚拟世界 这个你们现在很多人 说平都是在网络上买 满天买 满世界的买 都是通过网络邮寄 所以是商店的生意 也将日落西山 所以你投资商业房地产 办公室房地产 这个居家房地产买卖 都降亏得一塌糊涂 如果你们有争取在 离挂运之前全部清空 这是师父对你们的劝谏 就是套城现金 投资新的领域 不要再在这个领域 死鸡熬白菜 有些人现在不要紧 以前都是跌了 然后又涨回来了 又跌了又涨回来了 对不起 下次是一泄千里 根本没有机会 那你的钱就可能 完全就泡汤了 都有可能 所以是不要再 把过去当成现在 所以是重视转行 不能在投资房地产 土建建筑业 这些方面 都是将一些千里 因为大家不重视 这个物质的东西了 重视虚拟 24年以后 重视虚拟世界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这个把有限的钱 合理的花 不要乱做 乱做投资 收回自己有限的资金 变现 然后投资在 未来 高科技领域 以及这个火运 当心的行业 教育行业 灵性觉醒行业 还有这个灵修房地产 比方说是金马轮的房地产 这个将来至少放两到三倍 没有那么多地嘛 它的山多 没地方盖嘛 对不对 那这种灵修之地的房地产 可以适当地做一些投资 这个不是灵修之地的 就不要再去城市里 大量地像以前 还想房地产发家 那最后能收回本钱都难说 你需要现金的时候 它不能马上套现 所以是这个 有限的钱要会花 那么最好你把钱花给未来 花给未来 你们的学习就是一种投资 智慧的投资 健康的投资 就是为了自己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好身体去拼 要鼓掌就好好鼓 有一个好身体去拼 不要到时候机会来了 说哎呀妈呀 干不动了 不是你的 还有呢就是智慧 就站得高看得远 站在全世界看马来西亚 站在全马来西亚 看你的城市 站得高看得远 大格局 这个跟着我走走世界 看看欧洲人在想什么 看看美国人在想什么 看看中国人在想什么 看看我们亚洲人 其他国家在想什么 你的机会就多 不要关在家里面 闭门造居 这个不肯出去走走 只是自以为是的 关在自己的小环境里面 没有眼界 这是花给未来 那么还要什么 花给其他众生 六道其他众生 我们人都可以帮到他们 你们的列祖列宗 你们也可以帮到他们 就是用少少的钱 赚多多的钱 怎么做 你五十块钱烧的金银值 可能值五百块 可能值五万块 也可能值五个亿 为什么 因为我教了你们口诀 一画十 十画百 百画钱 千画万 万画万万千 度尽众生 是成佛 那你的画力有多大 你五十块 有本事 画五百块 你就画 画五万你画 画五个亿你画 画千千万你还画 这个心力了不得 大家要知道 黄庭里面的真主 真我 他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他是法界 整个法界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让大家 积极参加法会 做大功德主 这是一个大投资 这个大投资是 为了你的 这个如母众生 出六道 值的 那么你帮了这么多众生 他们的感恩 回馈的能量呢 这个叫值能呼唤 你把五十块钱 现金不见了 你换回来的是 五万 五个亿 更多的能量 能量可以转世的 不单今生 你下一生 还是可以用的 understand 那就没有掌声 很多人生一场大病 几万几十万的花雕 有的人为这个 冤金债主丢了性命 实际有更好的 这个还债方法 就是事情等我还没有发生之前 怎么样 还掉 就是要积极地参加法会 这个是绝对值的投资 一本万利的投资 虽然我们不为这个 但是真正的结果是一本万利 我老拿自己的故事给你们讲 我以前那个时候 这个破产过一次 这个当然也是自己的业障先前 以前我赚钱是这个 最开始的原始资本是开饭店的 开喊鲜酒楼的 然后赚了一笔钱 拿着去投资 后来各种原因破产 破产了以后 然后就想起师父说的 贫女点灯的故事 破产了 没有钱 真的很穷 房租交不上去 然后水电都被人停了 过那种辛苦的日子 后来是我一个师兄 他帮了我 每个月接击我几千块钱过来 这个日子 在那个时候就入不敷出 没有饭吃 都要省着花钱的时候 想起师父讲过的贫女点灯的故事 然后就在自己家里 搞了一个西方三圣的一个画像 连佛像也请不起呀 然后这个用碗 买不起油灯 用一个碗 吃的食用油倒进去 买那个灯链 你们那个烧那种油的灯链 几毛钱买一包 然后再加点灯供佛 也没钱买香 没有供香 就是水 水果 然后油灯 这个忏悔 自己是南洋宏道的 结果变奸商 这个不去红道 就想着赚钱赚钱赚钱 是最后师父骂着我 说你这个家伙 你赶紧给我去讲学去 我就跟师父应嘴 我说师父 在南洋我看了一下 逢是讲如使道的 都倒闭了 好在我有你们还没倒闭 掌声一下 而是赚不回来吃的 师父最后生气 说你要赚不到钱 我养你 你去给我讲 祖师爷最痛恨的 一个修道有成的人 然后去赚钱 做奸商 掌声一下 说对你们啊 他马一辈子就想当商人 赚钱赚钱赚钱 赚到死 死亡了 啥都没有 醒过来 而且没办法去讲 好吧 就弄个油灯点 发现挺好使 求不求吧 然后点了一段时间 学生增加了 原来都是来一个两个 后来来五个六个 一个班 可以收五六个了 最后可以收二十几个了 哎呦 你们点不点 连个掌声都没有 要供神明啊 凭你点的 我是这样把自己干起来的 一个吃饭的碗 点的是食用油 菜油 然后没有香 然后没有香 拿个纸做的 这个佛像 今天点出一个 你们金笔辉煌的大佛殿 新加坡也有大佛殿 大祠堂 道德观 所以是 大家要重视 你干不干 真干 要真干 真信 求神明保佑 把钱花在这儿 花在供神明 供师父 供天龙八部护法 那么就没有钱 有些人没有钱 没有钱就跟师父学 回家把菜油 拿个菜碗点上 对吧 自然水你总有 弄个自然水 弄杯自然水 昨天 前天我给一个同学提到风水 哎呦 这个热情啊 满桌子的 这个水果 那个水果 一大桌子 结果一看他神台 啥都没有 来客人 你会买水果 又是茶 哎你供佛 你家里有水果 又不是没有 你怎么不供啊 掌声一下 你不重视吗 后来这听话 我说我的可以不吃 赶紧把这个摆上去吧 好在他库里还有 这些拿拿拿 这油灯一点 这个也没有香炉 我让他卖香炉 上香 然后这个水一净 这些土地 连个牌都没有 我让他摆上 这个一弄 哇 他一看 哇 不一样 整个神台金碧辉煌 对 你让你家里的神饱足了 他才有劲儿 帮你赚钱 不是吧 连这么一个基本道理都不懂啊 饿着神明 饿着祖先 你想让他干活 他干得懂吗 他有怨恨啊 他不帮你啊 有一些都是护法神啊 造 也是你们这个 也是很大一间房子 不给造神一个位置 把这个什么那个 做饭的造 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 那个后面 后门 那么有个一小六 一小六的地方 然后把那个造 为什么 排烟好排 这一点 一做饭 直接就出去 不来家里 不来家里 一门二造 三床位 一有门神 二有造神 三有床神 万物皆有生命 皆有神 第二大的造神 你不供 你不供也就算 你给人家一个位置 把灶盘安在位置 那有火 就是他的位置 一定堂堂正正 在厨房正中间 厨房正位 给他安上 你这才能忘宅 宅中有火 才能忘宅啊 你们有一些人偷懒 只是外面去吃外卖 家里不开火 忘不起来 没火怎么忘 所以一定要重视 在家里要 你哪怕煮水喝 你要有火 天天烧火 天天烧火 那才能火起来 所以这是 这是你们赚的部分 没有跟你讲这么多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你们现在可能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经济 军景 就是不如意 没有那么多钱 共审 共祖先 教你们的巧诀 就是这个样 参加法会 参加法会 没钱做贫率点灯 哪怕十块 五块地做起来 刚才有位朋友 他也介绍 他是从五块十块 开始做起来 现在每个月的收入 也相当惊人 真干 一定会大富大贵 你只是看人家干 那富贵跟你没事 对不对 是忘了人家 不再钱多钱少 钱多你也别抠门 为什么 这一辈子的钱 你放在银行 没有了 死了 不归你 你要把这一辈子的 所有的 能够带走的 还给自己的灵身 不是这个皮囊身 要属灵 张不生帮你们 不是张不生 这个肉身的荣耀 是他的灵的荣耀 是他古灵 过去是学的东西 来教你们 所以是灵的荣耀 最后荣耀 归异这个灵 下一辈子 他还会好 所以是 你们也要学他 去学着 为下一辈子花钱 把钱在今生 这个有足的时候 多做大功德主 多做法会 把它烧了 烧了以后 化成千千万 利益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的感恩 获得的能量 回亏你的灵身 回亏灵身 你未来 无论在哪一道 都受此事存的 这些能量的恩责 可以需要钱 他变现钱 需要名 他变现名 需要房地产 他变现房地产 你这辈子的东西 完全带不到下一生 所以智慧的人 是学会着 这样去花钱 好 时间的关系 已经超了 这个 大家呢 记住 疫情 我们总结一下 疫情是个好事情 大家因祸得福 知道反思 自己生命的意义 重新树立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那么 好好做人 重视武德 会花钱 把钱花到未来 花到来生 花到灵的身上 那么下面呢 就跟大家一起 听之歌 待会儿呢 你们再跳之舞 来 工作人帮忙 月光 你们静静地听 会唱的 可以跟着唱 以后这是我们 你们知道有校歌 国歌 这是我们的会歌 以后要学着唱这首歌 来 来 好 也许我 都要学着唱这首歌 我让你来 你去掌握 你去找我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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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太久的故乡 和老去的爹业鸟 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 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 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 都别忘了不消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 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 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山顶外祖道面 芳草一连天 欢欢哭了地上残 西洋山万丈 作曲 李宗盛 这月色散落的光芒 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 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 都别忘了不消 都别忘了故乡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 是什么福出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福出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技术让我们成长 是什么事业让我们幻想 是什么距离让我们守望 是什么距离让我们守望 是什么遗忘 是什么遗忘让我们疯狂 是什么光芒让我们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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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回家的人找着聊 哦 离开太久的故乡 快快回去见爹娘 离开了太久的故乡 快快回去见爹娘 好 这首歌有秘义 这个其中我有一个解读在金马轮 将来工作人把那一块解读剪辑一下 放在网上 供大家同步的这个学习和聆听 这个大家开心起来 想唱就唱 想跳就跳 好吧 然后乐 记住这个密字 今天传了你们一个乐字诀 就让你们天天乐乐呵呵 快快乐乐 幸福美满 谢谢 下面就你们要想跳 把这个凳子撤了 然后就放点金刚舞跟着跳 好 谢谢大家再见 好 请大众起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恭送我们国宝吉他师 张补生教授回聊休息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拍照 好 谢谢大家